師傅說什麼話? 開玩笑的是,馬上就是笑笑的在說 師傅說什麼話? 說就是,有辭108便,去鋒面做增營 然後那個,給出生到的,這個月會賺很多錢 喔,好 剛剛師傅有說,有辭108便給出生到的,這個月會賺很多錢 欸,搞不好讓你做個樂透也不一定啊 欸,你們現場的三星,願意做的也可以齁 大家一起發新,那個氣泡面增營也很短 因為師傅說,因為當出生,大部分都是欠債啊,沒管的啊 對啊,都是有卡到金錢的問題 所以這個反作用力的話,就是會得到 金錢的,幫他弄一下 你說怎麼樣? 快點喔,求財快來喔 108便 沒有啦,是讓他們有機會做菜尾,是很好的 沒關係,那我來時間先再去看其他人 有些人 出生到的所有的一切眾生,然後讓他們能夠真誠的發心 參與這樣子 我等一下結束我也來做 我們可以拿個佛珠齁,這樣子再去比較方便 文君,你咖啡要先借他們佛珠 那個108顆的佛珠 我這個沒有辦法,因為我這個你看不到他頭尾 我們等一下,我們先唸滿10分鐘 我們先唸10分鐘好了 好,我們就大家一起來 七佛滅罪真意 佛麗佛丁一求和求和 佛羅妮丁一美佛拉帝 佛妮丁一美佛拉帝 佛羅妮丁一美佛拉帝 老師,老師那個第三格 你正前面,下面那一手向,前面左手邊 對那邊 不是那一節裡面 啊,回向給出生到的所有一切眾生 然後讓他們能夠發心真誠的內心懺悔 這個後面這個就不是 不是,對對對,就這樣而已 對 大手拉小 有些眾生 讓他們能夠真誠的從內心發心懺悔 這樣子 現在要去看一下別人 有沒有 沒有,一百零八便 總共一百零八便 出生到的眾生都 人貴的啊 然後不能貴的也都 都貴了 嗯 頂托啊 小秋啊 十分鐘之後 請大家先稍微暫停 然後我們先一起做回想 先一起回想 想求財的可以一起來 吼 就是他,就是他現在在畜生道 然後因為那些畜生沒有辦法懺悔 那我們大家如果說,念個經咒回向給他們的話 他們就可以懺悔 對,那我們現在就是大家在念那個七伯滅罪真言 對,然後回向給畜生道的所有一些眾生 對,如果你們願意的話,跟我們師兄拿那個經咒 那剛剛師傅有說,今天有參與的,這個月都會賺蠻多的錢 你是說,在那邊的眾生都有領受到他們的願力了就對了 雖然功德還沒有真的收到 有啊,我們有一位師兄已經吃完了,有先回向 那當然我們知道我們如果要站起來,一定要靠牌 現在很多放光都加持他們 已經有在放光加持他們了就對了 不管你們是要裁股師呢? 或是像各位家常的就是法徒有一個光 或是你們幫助別人 比如說有啊,他說已經有在放光加持那些畜生了 有啊,他們已經有感受到那個願力了 自然而然,這些功德都合向到自己身上 那你們自然你的命運跟你們的運勢就會改變 那師傅這樣做這樣 好,那師傅我幫你們收錢 師傅說 想要多得錢才要多賺錢 就是多做功德,不像你促生道 促生道他們都是欠債不管的 對啊,所以會因為這樣的 反作用力啊 然後得到就是 反而是自己得利就對了 更大的利益就對了 好,了解 還有嗎 有感覺就舉手 那羊的部分OK了嗎? 他的要指示的部分完了嗎? 那隻牙還是跪著就對了 一直磕頭 一直磕頭 有啊,剛剛已經有迴響給他了啦 他也有受到那個光的照耀嘛對不對 然後身上的毛其實 跟豬一樣都變柔軟 目前是柔軟了 比較不會那麼痛了就對了 那他真的有發現懺悔了嗎? 還是沒辦法唱歌 還是沒辦法的 對 還是要那一部慈悲上面水唱 哦 對 好 好 哇 師傅說 他們最少要得到 四十九部的慈悲上面水唱 才有機會 音源 可以聽到地藏經 哦 四十九部的地藏經 那個三昧水餐就對了 好 欸,那我請問一下 因為我之前在還沒吃地藏經之前 我在吃三昧水餐 我也吃了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我有迴響給十方法界眾生 所以這個法界眾生其實也包含這些 幼稻裡面的 那他們沒有瘦到嗎? 功德力很少 因為你一個人法界眾生那麼多 哦 對啊 所以現在 除非說你有 針對哪一道去回鄉 他們得到功德力會比較多 了解 了解 懂了 師傅說最受益的就是你的 立大祖先跟你的慈悲在主 哦 哦 了解 了解 他們是最先得利的 對 得利最多就是 你的立大祖先跟慈悲在主 好 好 了解 所以說因為你的立大祖先跟你有學問關係 嗯 然後你有姓在主也是 也是你的父母兄弟姊妹 嗯 所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他們得到利益會比較多 他們可以先拿就對了 嗯 以順序來講他們可以先拿就對了 所以是不是那種大型法會的那個他們拿到的機會會更大 像那種佛教的那種大型的那種水淺法會那個 他們出生到要拿到的可以就講那種數量啊 功德會比較多一點是這樣子嗎 會比較多啦 但是在出生到的眾生也那麼多 是要照輪的就對了 然後也不是每個參加法會的都很誠心的在慈奏 或是很誠心的在誦經 所以 我想問一下那他們就是說 因為也是陸陸續續有人就是有這個林轉身到處生到 那是不是也是輪流的 就是說可能先來的那一批先領獸 然後來的這一批就可能要等 是這樣嗎 沒有 看他們在那年世間有種下什麼樣的福報 才有辦法領獸 對啊 不是說你先來就可以先到 哦 所以就是說你在人世間比較有福報的話 你就可以比較快領獸 那沒有的話你當然等 人在人世間平常有在布施啊 有在幫助人家的啊 你得到的會比較快 那種平常都捨不得布施的啊 然後把親宅守得很緊的啊 使不得布施出去的啊 那這樣我想問一下那像剛剛 這樣子的狀況之下來講的話 是不是那隻蛇他要領獸到的機率也不多 他領獸的功德最少 最少嘛對不對 對 懂了解了 好那個 出身還有那個鴛鴦呢 鴛鴦我們可以了解一下嗎 蛇他要領獸的啊 整個大陸 Dude 我帶聲來了 你會杯水了 對吧 我帶聲來了 師傅說他們的英國鮑音都跟那隻雞一樣 鴛鴦喔 跟雞一樣 可是為什麼會變鴛鴦 鴛鴦好像不是都一對的嗎 就是因為你對感情不夠忠誠 所以這次要成為鴛鴦 然後讓你們一輩子守在一起